忠实传递价值解读全球好书 今天为你解读的书是《滚雪球》的下集 在上集中我们介绍了巴菲特40岁之前的经历 古神的出身并不显赫 尽管父亲曾经当选国会议员 但家境一度十分贫寒 这让巴菲特从小有很强的赚钱欲望 少年时代就掌握了以前生前的富力商业模式 大学里他师从价值投资大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建立起独特的投资理念 随后青年巴菲特返乡创业 在美国中西部小城市奥马哈 开启了成功的职业投资生涯 今天我来解读《滚雪球》的下集 我将巴菲特的后半段职业生涯 分成三个阶段来讲 第一阶段是从1970年到1983年 巴菲特在生意伙伴查理·芒格的影响下 从一位成功的基金管理人 跃升为投资大师 第二阶段是从1983年到90年代初 巴菲特与芒格的公司 在1983年合并 伯克希尔哈萨维 这个大雪球飞速扩张 巴菲特的声望如日中天 第三阶段是从90年代初 至本书出版的2008年 在妻子苏珊和好朋友 比尔·盖茨的带动下 巴菲特开始更多关注慈善事业 他对金钱的使用方式 也发生了改变 首先来看第一阶段 1970年到1983年 巴菲特在生意伙伴查理·芒格的影响下 从一位成功的基金管理人 跃升为投资大师 1970年40岁的巴菲特宣布退休 不再成立新的合伙人公司 同时将现有公司清盘 所有资产装入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把这家纺织厂变成了一家投资公司 巴菲特原来的股东们 可以选择拿钱走人 也可以把股份换成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票 巴菲特选择伯克希尔哈萨维 作为自己后半段职业生涯的起点 纯属意外 并不是这家公司有多好 而是他做出职业生涯重大转向的时候 碰巧被这家公司套住了 巴菲特索性就把它当成一个框 把自己当时掌握的资产都装了进去 那么巴菲特从1970年开始的投资方式 跟此前的合伙人公司有什么区别呢 合伙人公司类似现在的私募基金 持股有期限 合伙人可能会撤资 还会要求定期分红 所以需要经常卖掉赚钱的股票 无法做到长期持股 巴菲特在1970年之后的投资方式转变成 自己直接控股伯克希尔哈萨维 再通过这家公司间接对外投资 这样就可以进行战略性规划 长期持有很多股票 巴菲特做出这种改变 芒格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查理·芒格是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名商业律师 他出生于1924年 比巴菲特大六岁 1941年美国参加二战时 他已经17岁了 因此被征兵入伍 亲身体验了战争的残酷 退伍回家后 他先是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 妻子离开了他 留下一个儿子 但这个男孩八岁时患上白血病 芒格倾尽家财到处求医 还是眼睁睁看着儿子死在自己面前 这些坎坷经历使芒格参透人生 对很多问题的看法比巴菲特要深刻 1958年 芒格到奥马哈拜访客户时认识了巴菲特 二人一见如故 1965年 41岁的芒格开始从事专业投资 他当时只有30万美元资金 跟巴菲特不在一个数量级上 不过巴菲特始终把他视为 平起平坐的生意伙伴 他跟随巴菲特投资了几家公司 赚了一大笔钱 在这个过程中 他看出了问题 他觉得巴菲特受格雷厄姆的影响太大了 总是寻找最便宜的公司 尽管这些公司都很不错 但他们的规模普遍比较小 芒格建议道 像巴菲特这样有天赋的人应该去做大生意 巴菲特决定听从芒格的意见 去寻找大生意 他面临的第一个瓶颈就是钱不够多 在资本运作方面 芒格比巴菲特更有经验 他当律师的时候处理过很多公司财务案件 他知道要筹策资金 并不一定需要外部投资人 事实上很多公司自身就是现金奶牛 其中很重要的一类是保险公司 他们收取的保费 一般来说都远大于付出的赔偿金 造成账面上有非常多的流动资金 巴菲特在1967年 已经购买了一家保险公司 现在他把这部分资产 并入伯克希尔哈萨维 大幅拓展保险业务的规模 接着巴菲特拿保险公司的钱 收购了一家银行 从那以后 他再也不用为资金不足发愁了 芒格没有跟巴菲特一起买入保险公司 他盯上了另外一头现金奶牛 名叫蓝筹印花公司 当时美国的百货商店流行一种优惠方式 顾客购物满一定金额就赠送一个印花 集齐一定数量的印花就可以免费兑换礼品 蓝筹印花公司就是生产这种印花的 关键在于 它不仅生产印花 还负责礼品兑换 当百货公司购买印花的时候 支付的价格包括礼品的预付款 但并不是每个消费者都热衷于参加优惠活动 很多人拿到印花就直接扔掉了 或者很长时间也没极其足够的印花 这样一来 蓝筹印花公司账上就有大量未被兑换的服存金 芒格就是看重这一点 他大量买入蓝筹印花公司的股票 成为控股股东 然后又拿这些服存金对外投资 于是芒格的雪球也越滚越大 为了进行资本运作 巴菲特和芒格需要购买更优质的资产 这对巴菲特而言意味着投资理念的重大突破 因为优质资产往往不便宜 这种投资远远背离了他从格雷厄姆那里学到的价值原则 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降低买入成本 例如两人打算买下喜诗糖果公司 这是在北美地区非常著名的糖果品牌 溢价非常高 公司资产只有500万美元 市值却高达3000万美元 巴菲特和芒格决定出价2500万美元 为了砍下这500万美元的差价 他们调查了喜诗糖果的大股东 这家公司的掌舵人刚刚去世了 把股份交给弟弟继承 这位弟弟是个花花公子 对经营糖果公司的兴趣并不大 芒格亲自去拜访他 发表了一番被巴菲特评价为空前绝后的伟大演说 忠心思想就是 花天酒地是一种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方式 追求漂亮女孩需要大量时间 不应该把谈恋爱的宝贵时间 用来经营这家糖果公司 就这样 巴菲特负责谈商业 芒格负责谈人生 这对珠联碧盒的搭档 顺利按照自己的价格 收购了喜诗糖果公司 此时巴菲特还进入了一个新的投资领域 那就是新闻业 他的父亲年轻时想当记者 但没有成功 巴菲特也遗传到了这种热情 小时候他靠送报纸赚了很多零花钱 知道这个行业如果做得好 利润将很丰厚 认识芒格之后 巴菲特对新闻业的看法更加深入 他投资新闻媒体不光为了赚钱 更重要的目的是获得影响力 接近美国政治经营阶层 在任何国家 政治都是财富的重要来源 1969年巴菲特买下当地报纸 奥马哈太阳报 他告诉投资公司的合伙人们 这项投资不具备财务重要性 让他们不必在意 他自己却将很大一部分精力 投入这家报纸的运营 巴菲特发挥特长 亲自挖出了奥马哈当地 最大慈善机构的财务欺诈丑闻 这篇报道帮助奥马哈太阳报 获得1973年的普利策奖 在颁奖典礼上 巴菲特结识了另一位普利策奖得主 他就是凭借水门事件相关报道获奖的 《华盛顿邮报》女掌门人 凯瑟琳·格雷厄姆 凯瑟琳出身犹太金融世家梅耶家族 结婚后随丈夫改姓格雷厄姆 巴菲特人生中 有两位重要的格雷厄姆 一位是导师本杰明格雷厄姆 另一位就是凯瑟琳格雷厄姆 这两人没有亲戚关系 凯瑟琳出身名门望族 在政商两界颇有人脉 巴菲特在投资方面 给了他很多好建议 赢得了他的信任 作为回报 凯瑟琳将巴菲特带进 美国政商精英圈子 还接纳他成为 《华盛顿邮报》的股东之一 为他引荐了许多政界要人 这让巴菲特的社会声望与日俱增 这一阶段 巴菲特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 和芒格的蓝筹印花公司 从表面上看是独立运营的 但旗下公司存在非常复杂的交互持股关系 这给两人带来了监管上的麻烦 从1975年开始 两人遭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 怀疑他们联手操纵股价 芒格认为 旷日持久的调查损害了他们的商业声誉 他对巴菲特说 如果一个警察在路上追了你500公里 那么你肯定要收到罚单了 于是两人开始精简旗下股票 逐步将两家公司合并 除此之外 芒格还面临一个问题 他在股票投资方面的能力不如巴菲特 旗下公司的投资收益很不稳定 芒格善于资本运作 财务杠杆很高 这放大了他的缺陷 一度造成重大亏损 他意识到 自己只有退居巴菲特身后 才能更好发挥两人的特长 1983年 芒格把蓝筹印花公司卖给巴菲特 自己来当他的副手 伯克希尔哈萨维如虎添翼 开始向更大的目标进发 回顾巴菲特从1970年 到1983年的投资生涯 在生意伙伴芒格的影响下 巴菲特彻底摆脱了格雷厄姆 燕蒂投资法的影响 投资风格从小而美 变成了大而精 他不再像从前那样 只关注单个公司和单次投资 而是学会了通盘考虑问题 从整体上来打造 伯克希尔哈萨维这个金融帝国 接下来看第二阶段 从1983年到90年代初 巴菲特的个人声望 快速上升的时期 巴菲特的投资生意越做越大 他的婚姻却亮起红灯 结识美国新闻行业的 头面人物凯瑟琳格雷厄姆之后 巴菲特用大量时间讨好凯瑟琳 和他的显贵朋友们 经常跟比自己大13岁的 凯瑟琳初双入队 八卦小报编造了他们的很多绯闻 这让妻子苏珊很不高兴 巴菲特夫妇在政治观点 和生活方式上一直存在分歧 巴菲特政治观点保守 生活简朴 甚至可以说是吝啬 苏珊热衷于民权运动 喜欢高雅艺术 巴菲特对家庭事务不闻不问 苏珊长期丧偶视育儿 三个孩子都长大成人后 苏珊觉得自己已经完成责任 她决定离开这个家 寻找年轻时的梦想 1983年 巴菲特夫妇正式分居 苏珊搬到旧金山 创办了资助艺术家的慈善基金会 她再次遇到了初恋男友 当年的那个犹太男孩 还跟其他一些异性建立起紧密的私人关系 苏珊离开前 拜托一位闺蜜 酒店领班兼厨师 阿斯特利德来照顾巴菲特的生活起居 不久之后 阿斯特利德就成了巴菲特的同居女友 尽管如此 夫妻俩从未想过离婚 苏珊继续以巴菲特夫人的身份 出席各种社交活动 巴菲特则为苏珊的慈善基金提供支持 多年婚姻之后 他们已经成为密不可分的亲人和生意伙伴 与芒格的公司正式合并后 巴菲特进行了一系列大型收购 第一宗是内布拉斯加州家居城 该公司创始人名叫布鲁姆金夫人 人称B夫人 是继格雷厄姆之后 又一位受到巴菲特尊敬和爱戴的商业前辈 他于1893年出生在沙皇俄国的一个 贫穷的犹太人家庭 1916年 为了躲避俄罗斯国内动荡 23岁的B夫人孤身一人横传西伯利亚 从中国天津坐船出海 横渡太平洋来到美国西部 他从捡垃圾开始 收集破旧家具翻新后卖出 逐步建立起北美最大的家具零售商场 B夫人一生都没有学会读写英语 所以他选择了当时 俄罗斯移民比较集中的地方定居 碰巧就位于奥马哈附近 巴菲特从小就认识B夫人 他刚开始做职业投资时 就梦想买下这座家具城 但一方面他买不起 另一方面B夫人也不愿意卖 1983年B夫人90岁了 他意识到儿孙们缺乏像他一样的坚强意志 不适合继承家族事业 终于同意把公司作价6000万美元卖给巴菲特 虽然家具城的股权归巴菲特所有 但还是委托B夫人经营 直至五年后 95岁的B夫人宣布退休 然而戏剧性的一幕发生了 在家闲了没几天 他就突然后悔了 不仅不想退休 还后悔把公司卖掉 于是又从零开始创办了一个家具城 四年后就发展成了巴菲特的竞争对手 无奈之下 巴菲特只好跟这位99岁的老人再次谈判 用500万美元换来一份敬业禁止协议 这件事在投资界被传为美谈 巴菲特自己也从B夫人不屈不挠的意志 和独特的个性力量中获益良多 巴菲特的另一项投资 极大提升了他的业界声望 那就是拯救了华尔街金融巨头 索罗门公司 1987年 巴菲特开始买入索罗门公司的股票 他主要看重这家公司 在债券市场的垄断地位 20世纪80年代 受美联储政策影响 美国出现债券大牛市 包括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内的很多富豪 都是在这波垃圾债炒作中发家的 巴菲特本来不喜欢债券投资 觉得这是华尔街的金钱游戏 对实体经济没好处 但作为投资家 他又不愿意错过这波赚钱机会 巴菲特跟索罗门公司掌门人 古特弗洛因德接触了几次后 认为这个人值得信任 于是斥资7亿美元入股索罗门 这项投资很快带来丰厚回报 巴菲特入股索罗门第一年 就拿到了6300万美元的分红 然而 这一次巴菲特在看人方面有欠考虑 古特弗洛因德的个人品行虽然没问题 但他对手下员工缺乏管理 1990年索罗门公司国债部门负责人 莫泽尔捅了个大娄子 美国政府为了防止国债价格被操纵 规定每次国债拍卖中 单个交易商最多只能购买35% 但莫泽尔通过伪造账户等非法手段 在多次拍卖中控制了80% 甚至100%的国债 然后加价出售 这相当于欺骗美国政府 性质极其恶劣 更严重的问题是 有证据表明 索罗门公司高管们早就知道这件事 却没有阻止手下员工的犯罪行为 这样一来 整个索罗门管理层面临被一锅端 集体进监狱的危险 芒格在事件刚出现苗头时 就意识到后果的严重性 他建议巴菲特提早做好准备 1991年8月17日星期六 索罗门董事会做出自救方案 管理层集体辞职 请巴菲特担任董事长 重组公司业务 然而第二天传来一个坏消息 美国财政部打算在周一股市开盘后 宣布重罚索罗门公司 禁止该公司参与一切国债竞拍 这将置索罗门于死地 索罗门最重要的业务不是国债 而是企业债券 但参与国债拍卖 是一家投行信誉的象征 索罗门公司的财务杠杆非常大 如果信誉遭受质疑 所有债主同时要求还钱 公司会立刻破产 董事们希望巴菲特 借助自己的影响力 请求财政部暂缓公布处罚消息 巴菲特和芒格 跟各大监管部门紧张交涉 巴菲特告诉监管者 如果他们不撤销对索罗门的重罚 自己就离开公司 彻底不管这烂摊子了 终于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打来电话 请求巴菲特无论如何也要留下来 财政部撤销了原来的处罚 换成了一个比较轻的惩罚方式 索罗门公司赢得了自救时间 其实监管者也不希望索罗门倒闭 这是一家大到不能倒的巨头 如果破产将影响整个金融市场 但监管部门减轻处罚 并不足以拯救这家公司 高管集体违法犯罪 这种丑闻不可能被轻易原谅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巴菲特和芒格四处奔走 面试新的管理层 劝说投资人暂缓撤资 这时一个国际政治事件 在很大程度上帮了他们 索罗门公司丑闻公之于众的时间 是1991年8月19日 这一天 苏联发生了震惊世界的819事件 这个核大国被推到内战边缘 资本市场都在关注苏联局势 索罗门承受的压力就小多了 1993年 巴菲特和芒格完成了对索罗门公司的重组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价因此翻了一番 回顾巴菲特从1983年到90年代初的投资生涯 多位合作伙伴帮助他不断取得突破 报业巨头凯瑟琳·格雷厄姆带他进入政治精英朋友圈 他的偶像毕夫人用一场意料之外的商业战争 向他诠释了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 资本运作高手芒格协助他在索罗门这样的大型金融公司取得成功 拯救这家华尔街巨头 也大幅提升了巴菲特在投资界的地位 这段时期巴菲特的个人生活因为跟妻子分居而发生重大变化 苏珊摆脱家庭束缚之后积极开展慈善事业 给巴菲特的后半生带来又一个转机 接下来看第三阶段 巴菲特从90年代初至本书出版 也就是2008年的投资和人生 1991年7月4日 美国独立日这天 巴菲特的好友凯瑟琳格雷厄姆 给他引荐了一位新朋友 对方非常年轻 只有36岁 但已经是美国高科技行业首屈一指的新贵 他就是比尔盖茨 巴菲特和盖茨的首次见面 经过凯瑟琳精心安排 在一个交通不便的小岛上进行 凯瑟琳的计划是让两个人都没办法自行离开 那样就可以多聊一会儿 或许他预感到两个人可能话不投机 巴菲特对高科技的抵触是出了名的 他对新事物的看法跟他的政治观点一样保守 不过两人的谈话很顺利 巴菲特想知道盖茨对IBM这家公司的看法 盖茨则极力劝说巴菲特买英特尔和自己的微软这两只股票 另外他还想完成别人都失败了的一项任务 劝巴菲特买一台电脑 他告诉巴菲特 有了电脑就可以随时随地下单买卖股票 但巴菲特并不需要随时交易 他的持股时间往往长达十几年 他后来确实买了电脑 但不是为了交易 而是为了打桥牌 他也没买英特尔的股票 至于微软 因为他很喜欢盖茨这个人 所以买了一百股做纪念 此时的巴菲特在赚钱方面已经独孤求败 1962年他买下伯克希尔哈萨维的价格是每股7.5美元 1983年收购芒格的公司时 股价涨到1000美元 1988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 股价在3000美元左右 1991年巴菲特接管索罗门公司后 伯克希尔哈萨维每股涨到8000美元 这让巴菲特以38亿美元身家 成为美国第二大富豪 他的投资涵盖了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 除了保险 传媒 高端制造业等 还包括可口可乐等快销行业 随着美国经济欣欣向荣 巴菲特不必花费太多力气 就可以享受资本市场上涨的红利 1996年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价高达3.4万美元 对于那些从1957年就开始给巴菲特投资的人 当年投入的1000美元 到1996年已经变成了1200万美元 赚钱对于巴菲特而言已经不是问题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如何花钱 此前巴菲特的慈善事业主要是通过妻子苏珊进行的 父亲去世后 他不再是共和党的铁杆支持者 而是在妻子影响下 开始关注少数族裔和穷苦大众 但巴菲特对苏珊做慈善的方式并不满意 觉得效率太低了 他更认同盖茨对慈善事业的看法 在巴菲特集团1995年的年度会议上 受邀发言的盖茨说 我们不应该通过一个人捐出多少钱来衡量他的成就 而是应该用这些钱挽救了多少人来作为判断尺度 与盖茨结成慈善事业的合作伙伴后 巴菲特更加关注美国之外的世界 他说自己抽中了卵巢彩票 意思是虽然家境一般 没有从父母那里继承财产 但作为白人 出生在和平年代的美国 这让他在人生起跑线上 远远领先于世界上的大部分人 他和盖茨一起周游世界 包括1994年的首次中国之旅 这促使他的投资向国际化转变 2003年 巴菲特购买了中石油的股票 这是他首次公开承认的一笔大额国际投资 不过他也强调说 自己的投资原则没有改变 不会买入不熟悉的股票 因为他最了解的国家还是美国 所以伯克希尔哈萨维的投资 依然将集中在美国本土 2004年 巴菲特的妻子苏珊去世了 这意味着家族内部 再没有可以让他放心交付财产的人 他们的三个孩子各自从事不同的职业 女儿苏西负责管理母亲留下的慈产基金会 大儿子豪一在学业上存在困难 没能从大学毕业 曾与他人合作经商 但不算成功 一度被卷入欺诈丑闻 后来巴菲特安排他进入 伯克希尔哈萨维担任董事 巴菲特曾表示 想让大儿子将来担任公司董事长 但豪一似乎对经营农场和摄影更感兴趣 还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投入很多精力 小儿子彼得最像母亲苏珊 最心于艺术 对投资不感兴趣 从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成为一名作曲家 参与过与狼共舞等好莱坞大片的配乐 李德在经历一段失败的婚姻后 收养了一对双胞胎女儿 巴菲特的家庭观念依然非常保守 他认为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孙女 不应该被算作家族成员 苏珊在遗嘱里把这两个孙女 列为遗产继承人 巴菲特坚决反对 后来更是公开宣布跟他们断绝关系 巴菲特早已为三个子女设立了信托基金 管理他们从祖父母和母亲苏珊那里继承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股份 这笔钱足以确保他们生活无忧 但他并不想把自己的巨额财产交给家人来继承 2006年巴菲特和照顾自己多年的女友 阿斯特里德正式结婚 与此同时 他宣布将捐出自己持有的 伯克希尔哈萨维股份中的85% 其中绝大部分逐年划剥给 比尔盖茨的慈善基金会 因为这笔捐赠 巴菲特持有的股份不断下降 2008年以来 伯克希尔哈萨维的股价翻了三倍 但他的个人财产变化不大 有些年份还出现了缩水 有人说 盖茨简直就是巴菲特的儿子 其实 两个人的关系已经胜过亲情 盖茨用慈善事业改变世界的理想 也成为巴菲特晚年的人生寄托 回顾巴菲特从90年代初至今的人生 比尔盖茨是影响他这一阶段决策的关键人物 虽然对高科技行业投资不感兴趣 但通过与美国高科技领军人物盖茨的友谊 巴菲特拓展了国际视野 促成了他在中国的投资 对慈善事业的倾情投入 更成为股神晚年浓墨重彩的一笔 2020年6月 网上流传一封所谓的巴菲特亲笔信 声称股神宣布退休 这被证明是个假消息 不过很多人也在问 巴菲特是不是已经过时了 他打算什么时候退休 古神的偶像毕夫人一直工作到103岁 去世前一年才退休 不知道他是否打算挑战这个记录 巴菲特的传奇不仅属于他个人 更属于那个时代 他一生中不断遇到贵人 帮助他在人生关口顺利转型 父亲的职业使他自幼接触股票 导师格雷厄姆把他引入职业投资大门 查理芒格帮助他实现投资规模的飞跃 凯瑟琳格雷厄姆 使内向的他成为精英社交圈的座上宾 比尔盖茨让步入晚年的巴菲特 找到新的人生目标 古神会老去 但他重视价值 善于学习 坚忍不拔的精神 永远不会过时 好 《鬼血球》这本书就为你解读到这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 我们下期见 听书笔记在音频下方